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被打的吗 我们去 你被打扰了 头被打死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错 宝财同志就说了 咱们再打几次胜仗 就能把美国鬼子赶下海去了 没你们想的那么容易 这里战场越来越近了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谢谢 是 来 帮他们搬东西吧 小平同志 一会儿组织大家清洁一下药品 抓紧时间整理一下 快 搬东西吧 给我吧 拿碗啊 丑啥呢 这荒江椅里的啥都没有 也不知道他们在火线上 是怎么熬的 想我哥了吧 没事儿 这里火线这么近 医务站肯定有一连的通知 咱们去问问他 打听打听好不好 问问我哥的情况 走 行了 我们几个够了 你回去吧 咱们是来工作的 是来救治伤员的 又不是来寻亲的 那有啥的 去问问嘛 走啊 你别闹了 没多少了 自家摆计 你不去我去 你帮我拿着 长青 接着啊 长青 这儿 来 我来 那你拿好了 来 请我帮 请我帮 同志 你好 同志 咋了这是 那 他是黑人 美军战俘 黑人 那咋那么黑呢 白白 吓死我了 看习惯了就好了 你别怕 他还是咱要争取的对象呢 是吗 同志你是新来的吧 走 我带你转转啊 好 走 那边啊 是咱们临时的战斧管理区 跟咱们医务站紧挨着 医务站还管战斧呢 临时的 几条路啊 都被敌军给炸毁了 等咱们人民军同志 把路修好了 这些人啊 还得送到后方的战俘营去 你 你咋啥都知道呢 你是这儿的首长吧 那当然了 我当然是首长了 我是首先第一个到的这儿 战事里年纪最长的 你说我不是首长 我是傻 你别看我不带长啊 但是我可比带长的还牛呢 我是五大园啊 五大园 五大园又是个什么干部啊 我是咱们前线医务站 炊事员 库管员 搬运员 修理员 保卫员 加起来正好是五大园 我比你们院长还多四个职务呢 你真行 五大园同志 我叫李长青 我叫袁宝 咱们的药啊 都囤在这几个帐篷里边 这可是咱们野人医院的命根子 长青 护士长 您就是护士长张秋萍同志 对 您好 我叫袁宝 你好 袁宝同志 很高兴见到你 我是奉命配合咱们新来的医疗人员工作 现在都是一些帐篷 条件比较简陋 你们女同志的宿舍呢 在那边 好 袁宝同志 我刚才看见 这里好像有战俘是吗 是 前线要送下来一些 那有受伤生病的吗 初步做了证别 有伤员啊 已经住进咱们医院了 都安排人照顾了吗 安排了 咱还要照顾敌人呢 小同志 你看你这话说的 长青 战俘也是人的 咱们部队不是有政策吗 有优待俘虏 这话可不是白说的 我们还得给他们看病治疗呢 不是 那他们放下武器就不是咱敌人了 那等他伤好了 他要再拿起武器 照样还能再攻击咱们呢 这个你放心 咱们负责看管战俘的同志 都是很有经验的 而且我告诉你 不是每个人天生都是爱打仗的 有些人是被迫参军的 所以很多人我们都得争取过来 没错 就像刚才那个黑人啊 那也是老虎大正出身 就刚才那个啊 啊 护士长 我刚看见一个黑人 长得老吓人了 不过看样子倒是个老实人 都当了战俘了还能不老实吗 我算是看出点门道来啊 他们这些美国人啊 跟咱们志愿军战士可比不了 他们内部呀不团结 自己人和自己人还不团结呢 我听院长说 他们美国人很强的种族歧视 什么 就是有些白人爱欺负黑人 走 我现在没证明了 我们的警察 很多艦人都肯定了 但是你最坚持继续的国家 你稍微在你的暂标 现在我们可以叫你的名字 Harry Jackson Tom Blake Mark Irving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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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爹很快 二军电视 Saya缓冲 二军电视 五日前 就看你阳光不分手 我不问我 我会问你 反正认识 我们居然存在 我们已经退出了需要用的兵器 我们先将... 他们都在一起 我看着你需要教你 当你做的事 没有任何你的专门事 你记得 where you came from? 我们已经在这里了 不然你放鬆 可以回到我的室室 我说你可以去哪里 你认识你认识的规律 你认识的规律 我认识 我认识五个兵员 全 real men 看你 你认识的 你认识的 你不得了 你睡在这里 在这里 那是你认识的 你没有法 我只有你 我只有你 我认识 你不认识 就是这么干的粥 比我们吃的都好 别发牢骚啊 上级说了 得优待丈夫 其实我也不太理解 但不理解 这是命令 也必须得直想 那有没有必要 吃这么好 可以吃一二的 fill it up bring it back to me 你怎么拿两个碗呢 我说 一个人 只能打一份饭 不行 这个不行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就是 只有那个不能走的 重伤员 才能让别人来打饭 你说你们几个来的时候 都活蹦烂跳的 你让他自己来打饭 你说能听懂吗 听懂了吧 我真是不想说了吗 我会把你打过来的 我给你打过来的 我看你打过来的 真可惡 我不能吃到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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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怎么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呢 你这说啥我也听不懂啊 行行行你别说了我跟你说啊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只能打一份饭你刚才已经打过了 这个不能跟你打你回去吧 走吧走吧 傻邦她打过了 快回去吃吧 我 我给她打过了 那些白人欺负她 咱这有规定 我去找院长 院长懂英文 这又不是我们 这又不是我们 走 这又是给我的军事 你都给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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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中国军事不一定会这样做 我将来带他们到家 我去找你 看他这个小子 这人认为他能加入军队 和拿出新衣服的衣服 如果不是军队 你也会有这样的东西 我给你两个月工作在厕所 不再能够购买衣服的衣服 那是你能够活的战略 你去哪里? 这都是我的衣服 What are you doing? Give me back my boots. The military gave you a lot of things, but you lost the most important one. You didn't lose it, and make it like you never had it. Probably never will. You know what that is? Come back to me, please, sir. A nigger without honor? He's got nothing to negotiate with. We are equal. Equal? Who the fuck talks to you about equal? You think a private and a star are equal? We're prisoners. The Chinese captain said we are all equals. Oh. You think the US military rules no longer apply to you when a Chinese POW can't? Is that right? You don't think we'll drag you outside, beat you and hang you by the tree? Wipe my boots, private. HER VING 说什么 他说是因为喜欢吃 所以想多打一份 艾文 我都看见了他们欺负你 你为什么不说呀 这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政府营 人人都是平等的 如果有事欺负你 你要告诉我们 我们会为你伸张正义的 尔维 这是中国人的军事 别害怕 谁在你害怕 会帮你 无论什么 无论什么 没人在伤害我 他还是说没人欺负他 谁的鞋子啊 这鞋子这么小 怎么会是你的呢 是不是他们的鞋子 说 这是谁的鞋 谁让他在这擦鞋子的 有本事你们站出来 阿文 你别怕 谁 欺负你 你告诉我 你别怕 你说出来 我们会帮你的 别挤我 拜托 阿文 你为什么不说呀 告诉我们 是谁干的 院长会帮你的 是谁 没有人在伤害我 什么 好 阿文 如果你不想告诉我们 我们就离开 如果你想要聊 我通常会开 ユダ 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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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保持闊子 保持闊子 保持 保持 下午的情况 我基本都说了 大家都说说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院长处理的对 只是长方同志 遇到问题的时候 要先看清楚事情的本质 不能先冲动 我明明就看见他被人欺负了 实在是看不过去才找到院长 我的意思是说 长方同志在这个问题上 坚持原则 富有同情心 有正义感 这个是值得鼓励的 只是在问题的处理方式方法上 不是最合适的 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老宋 你说吧 简单点说吧 美国的种族歧视 是由来已久的 到现在 在美国南部很多的州 黑人是不允许乘坐白人的公共汽车的 连车都不让坐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那不是 那不是比地主老猜还坏了吗 的确是这样的 这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压迫 你看呢 他们现在虽然都已经成了战俘 但内部等级还是这么严格 那个黑人战士 他就真的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怪不得 你严严看起来牛高马大的 可是被欺负了之后 连一句话都不敢说 原来是因为 叫什么 种族歧视 对 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呀 那 那可是咱们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被欺负 什么都不管吧 管肯定要管的 你现在明白这个问题处理有多难了吧 同志们 咱们呀 多观察 千万不要轻易地表态 也不要多跟他们接触 一旦发现了什么情况 立刻向咱们的哨兵报告 干什么呢 回去 回去 那 你的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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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告诉他 在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眼里 人人都是平等的 不分种族 不管你是黄种人 还是白种人 还是非人 都是一样的 如果白种战俘再欺负他 你就告诉他 我们一定会严肃地处理 和教育他们 我们会带着他们 我们会带着你们 没问题 我明白 但他们没有做什么 我们都不错 他还是说没有人欺负他 阿尔文 你不要害怕 这里是战俘营 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 不管他们的军衔比你高多上 如果他们再去 我们一定会惩罚他们 他说你是个好心的女士 谢谢你 他说确实是他们跟他开了个玩笑 但是这个玩笑开得有点过 看着他们 他很严重 什么他觉得 他会让他们一人 什么事 你们俩 嘿嘿 好玩 Chinese treat you differently now They're trying to separate us I'm telling you If you say one word about what goes on in here I promise you I'll make your life a living hell If you value your life If you wanna make it back home 你把那些罗子的罗子拿到的 你把一人拿到一眼 然后拿到一眼 你听我吗 我没告诉他们什么 我 swear 好 康芳姐 你现在老厉害了 掌握的技术越来越多 都能阻挡一面了 不进步怎么行啊 伤员那么多 你指望所有的事 都让护士长和院长去干呀 反正就是比我强 我现在还只能打打下手呢 你别这么说 你进步也很大 你连晕雪都克服了 你现在都能上手术台了 这是几个人能克服的了的事呀 不一样的 你就是比我勇敢 你看那些美国大兵 长得又高又壮的 还那么凶 你胆子可真大呀 你敢跟他们做斗争 还跟他们的坏分子对抗 你真的老厉害了 我就是觉得艾文太可怜了 其实 我也不能啥叫种族歧视 我 我不知道他们会啥 倒阳黑人 我就是觉得 我应该帮艾文 我觉着吧 这些美国大兵 他就是再凶 不也是咱们的俘虏吗 是吧 我就是觉得咱们人民志愿军厉害 这里边还有我哥的功劳呢 我哥现在可是战斗英雄啊 全军统领嘉奖呢 说不定伟大领袖毛主席都知道了 哎呀 真的老光荣了 你咋不高兴呢 没有啊 你咋回事啊 最近我只要跟你一提起我哥 你就这样 怪怪的 你哥现在是英雄 我替他高兴 也替他骄傲 真的 别瞎想 赶紧工作吧 你 你 你 等你 你 你 我只想见你一眼 我只想见你一眼 李语尝 你别躲了 你出来 你既然赶过来 为什么不愿意看我一眼呢 李一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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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长 今天好不容易没有手术 你不抓紧时间睡觉 写什么呢 我没写什么呀 为什么不写了呀 是不是忘字了 我教你呀 不是忘字 就是 就是不知道该写什么 成事 成事 成事现在是大英雄了 你是不是怪他 当了英雄把你给忘了 连信都不写 对吗 哪敢呀 他现在 是全军通令嘉奖的大英雄 我才不敢怪他呢 你看 他要是真不给你写信啊 你就应该怪他 好了好了 不过呀我跟你说 你看现在战斗这么激烈 也许他写了 还没有机会寄出来 要不就是已经寄出来了 哎呀在路上 你别安慰我了 没准今天没到 过两天就到了呢 你别想多了 他肯定早把我忘了 你别多想了 护士啊 陈平同志 他 他会给你写信吗 我 对不起啊 我是不是太冒失了 问这样的问题 可是我真的特想知道 我跟陈平 是四五年认识的 他 是我丈夫的战友 你 你还有丈夫呀 曾经有过 后来 他牺牲了 对不起啊护士长 对不起啊护士长 我 我不该问这个问题 没事啊 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没什么不能说的 那是 另外一场战争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非常的残酷 我记得 那年是 大年初一的晚上 雪下得非常大 我丈夫 为了掩护一名非常重要的通知 牺牲了 后来陈平同志也被捕了 他差点死在日本的监狱里 但是 他为了严格地保守党的秘密 敌人给他用了那么多的心 他都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他挺幸运的 终于挺过去了 引来了抗战的胜利 那后来呢 后来 他当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也带我走上了这条路 这条革命的道路 那你想过自己以后 承风 你看现在 哪有时间考虑那些呀 其实我觉得陈平同志 挺不错的 跟你也有这么多的经历 你真的不考虑他吗 我们村妇女主任都说了 新时代的女性 就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别想那么多了 赶紧睡吧 我还要去登记 商业名单呢 咱别点蜡呀 灯火管制了 防止迪迹夜袭红杀 哦 好了 好了 走了啊 我去别处看看 你们早点休息啊 赶紧睡吧 好 特别有没有 赶紧睡吧 咱们睡吧 啊 呗 咱们吴你在山儿 这么晚了 明天再写吧 没事 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吗 跟写这个有那么着急吗 你说 很多重伤员 从战场上下了 有的在救治过程中 牺牲了 有的还来不及救治 就已经牺牲了 他们走的时候 连句话都没留下 甚至他们姓什么 叫什么 部队的番号是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然后 可怎么查找他们呢 你想到 他们要永远地留在 远离 祖国的朝鲜 他们的家人 连他们一点的消息都没有 我帮你一起写吧 没事 你赶紧回去睡觉吧 明天早上六点十五 我叫你 去吧 走了 立下 我也要成为 像你娘的 保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